我这林医师有点急事啊 郭老二他们打电话也找不到 所以 不用让那么大圈子了 知道你想把小青冈 给我照看一下 没问题 我不那么喜欢他 那你要好好地听许多阿姨的话 好 知道了 你快走吧 我臭小子 你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啊 自己忙还要对孩子熊吗 对对对 少给的事甜食啊 等一下 许多阿姨给你做小蛋糕好不好 我们一起做 怎么样了 恢复了 但是可能还要再等两个小时啊 等一下你看看 少不少什么东西啊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大周末的又麻烦你 本来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 周末时间 又被我霸占了 白医生 你总跟我这么客气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烤好了就能吃了 石大爷 我想吃那个是可乐的哦 你这眼睛还挺金的 那可是爸爸今天是不是说 不能乱吃零食 那也不告诉他就好了 那我们要跟爸爸撒谎吗 那我还是不吃的吧 诚实的孩子才是个好孩子 这样吧 我们做游戏 如果谁赢的话呢 就可以吃好吃的 好 那就来吧 但是惩罚是什么 谁说的话就分享一个小秘密 我停了 你这么厉害 分享小秘密 好吧 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小朋友 我才爱是我 你这么自信呢 这点还主向你爸啊 快 下一把吧 下一把 我赢了 小秘密 嘴嘴透地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我其实 很想妈妈 但是 我想不起来她 我想着想着 就不想了 妈妈 肯定也很想你啊 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大人嘛 一般都会狠狠 所以 所以就不要我了 是吗 不过我不生气 那么为我还爸爸 爸爸会永远在你身上 大人 玉天 你先摆着棋 我把它拿出来凉一凉 我们就能吃了 好吗 好 不许偷吃零食啊 很香啊 好 清光 怎么了 好了 你们看一下 天哪 童雨 你也太厉害了吧 全都找我回来了 你真的是我的超级英雄 谁这么客气 要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别啊 你都帮我这么大忙了 我做点香叶 你吃了再走吧 童雨 金刚吃巧克力糖椰住了 我们现在在医院 金刚呢 你是怎么看待孩子啊 对不起 你先看看孩子吧 金刚 哪儿不舒服 跟爸爸说 爸爸 你装头磨了 放心吧 孩子已经没事了 幸亏监护人用海事急救法 帮他把义务弄出来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医生说 基本的检查都已经做过了 一会儿金刚就可以出院了 这次多亏了你的急救法 这次多亏了你的急救法 否则孩子窒息后 情况真的很难预料 我刚刚有点着急 没有控制好情绪 对不起 对不起 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本来也怪我 对不起啊 老婆 阿姨没有照顾好你 好好听爸爸的话好吗 好好听爸爸的话好吗 阿姨先走了 你等一下那个 咱们等一下一起回去吧 不了 金刚没事我就放心了 好 我先回去了 你叫我怎么了 没事 都怪我 我应该早点回去看金刚就没事了 你把孩子交给我是信任我 这只是事我没有更好拿的 所以要怪怪我 这件事都怪我